扶正兵受之于军 骑兵将所致出则也 正兵是由于帝王授权给你 某某将军 那么这个部队就交给你 请你去把高丽给我打下来 这个就是正兵 受之于军 骑兵将所致出则也 是什么意思 那我军队到那里去了 现场的状况 那么不是朝廷所知道的 所以那么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不受的原因是 因为我要临时变化使用 我不可能说 那么一直都按照我们原定 在朝廷里面的计划 朝廷里面的计划 可能跟现实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凡将正而无骑 则守将也 骑而无正则斗将也 骑正皆得国之福也 这样一个领导者 如果只会用正兵的话 那么额不会懂得灵活变化 他就只能防守 他最多是立于不败之地 其而无正 如果只会一直不断地想一些新点子 可是没有真正的实力做后盾 那个就像什么 台语叫修帕给亚 很好斗 可是他可能一只斗鸡 遇到一只熬犬 那就死定了 熬犬一口就把它吃了 其正相得 骑兵跟正兵 这两个能够互相为用 能够双管齐下 这才是我们国家最好的辅导 我们国家最好的大臣 最好的将领 所以一流的主管 必须要很清楚老板的期许 是老板授权给你 老板希望你做什么 你要很清楚 老板的目标是什么 老板的目标就是你的目标 一流的主管目标不变 但是可以随机应变 正兵就是我们原来的策略主轴 一个大方向 大目标 策略目标 骑兵就是要自己变通 自行变通 透过很多的创意 而有所突破 这是骑兵 太宗说 兵贵为主 不贵为客 贵树不贵久 何也 带兵打仗的时候 一定要掌握主导力 掌握主导权 而不能够 不贵为客 客就是被动 不能够被动 所以一旦被动的话 就被牵着鼻子走了 贵树不贵久 要快速 所以树战树绝 不要拖拖拉拉 不要拖泥带水 贵树不贵久 这是什么道理 已经说了 兵不得已而用之 打仗是不得已的事 安债为客 且久灾 是不得已的 那你怎么可以被动 被牵着鼻子走 而且还拖泥带水 还在那边拖拖拉拉 拖到什么时候 因为每拖一天就是成本 每拖一天 我们士气就会更加低落 孙子兵法说了 远输则百姓平 此刻之必也 所以申请并法里面特别强调 远输输就是补给线 补给线过长 补给线过长 我们台语有一句话说 请自打到兄弟就转去 是这个意思 那么如果说 我们还要从这么远的地方 送我们的粮食 送我们的武器 但要去补给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成本一定会倍增 老百姓他一定会贫穷 因为打仗是靠抽税 打仗是要从老百姓那边获得资源 这就是被动的最大的坏处 精英者要掌握主导力主导权 精英者要注重效率 不要拖拖拉拉 美军打越战就陷入泥闹了 各位还记得吧 美军打阿富汗打伊拉克 还是重蹈覆车 是把美国的国力都打掉了 把美国的经济都打掉了 甚至把美国的政治 也打得一塌糊涂了 微软公司也好 英特尔公司也好 苹果公司也好 Google或者是Facebook 这些世界一流的公司 通通都是掌握主导力 掌握主导权的 所谓的掌握主导力 掌握主导权 也就是它都不是追随者 不是仿冒的 不是跟在人家后面 苦苦追赶的 都不是 如果能够掌握主导力 主导权 你就会变成世界级的企业 太宗曰 正观千章万句 不出乎多方以物之 一句而已 所以太宗讲了 我看这么多的兵书 其实总结只有一句话 就是多方以物之 多方就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用各式各样的策略 来使对方失误 以物资让对方失误 对方失误 我们就赢了 所以打仗的时候 就靠对方的失误 李靖良久悦 想了蛮久的 深思熟虑之后 回答 诚如胜誉 就如皇上律所讲的 大凡用兵 若敌人不误 则我失安能克栽 如果对方没有失误的话 那我们怎么能够打赢对方 譬如一起两敌军烟 好像下棋的时候 两个人棋逢对手 两个人实力相当 那么不分高下 最后会输 是输在什么 一着输 则全局绝输 一着获失 静莫能救 这一着起 我失误了 我整个就剃掉掉 所以是古今胜败 率有一物而已 况多失乎 所以古今胜败 你可以看到 都是由某一个失误 所造成的 更何况说 好几个失误 那就是万劫不复了 政党的竞争 其实就是在比谁失误多 各位还记得吗 抗战之后 国军财军 国军财军 就财到共军那边去了 李登辉先生选总统的时候 老共的导弹 也就是一个失误 却反而是李登辉 变成全民的意志 都凝聚在他身上 支持他 或者有史以来 最高的投票率 谁失误 老共失误 不过现在老共好像学乖了 我们现在台湾选举 老共现在都不再讲什么话了 执政党的老农年金 就是马英九先生 他觉得老农年金 虽然民进党叫叫叫 要一千要两千 但是他就只愿意给 好像三百多块是吧 坦白说 我不是老农 但是如果我是老农 我也会很不爽 怎么三百多块 买糖都不够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 一天一颗乳蛋 那么就这个道理 马英九的和平协议 也是一种失误 你没事讲这个干什么 讲这个就会什么 就会被人家骂 你现在要签署 投降协议 你现在要卖台 你不讲这个 也不会减分 你讲这个的话 反而招了很多的麻烦出来 苏家泉的豪华农舍 是一个失误 就我所知道 其实苏家泉 还是一个不错的人 他蛮认真的 在屏东县长的时候 我岳父是屏东人 他们对苏家泉 都评价都还不错 但是这个豪华农舍出来 从新闻报道上 我们看到那个豪华农舍 心理上就会觉得怪怪的 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那么其实可能是 他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一个失误 就减分了 差一点 连副总统都不能选 陈寅柱更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案例 从万恶不赦的黑金 而变成一个好人 甚至变成大好人 那这个时候 民进党是得分还是减分 这里面本来想要得分的 可是由于这个失误的话 可能就变成减分了 因为事实上 陈寅柱对民进党的帮助很大 但是陈寅柱现在会不会再帮他 恐怕就未必了 最近最热门的叫 无差缸 那个水果阅历 市值两块钱 这也是一个失误 蔡英文也道歉了 这个失误是什么 就把水市的照片 把它贴成田市 田市的价格跟水市 那差好几倍 但是造成的损失 就是农民 很多农民造成损失 本来的预计 农民绝大多数是支持民进党的 但是如果牵涉到自己利益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了 所以又是一个损失 企业竞争绝对不能贪功冒进